大家好,今天来到田里面捡一点刀杆 为明年做准备 我姐夫明年打算养个一到两万只鸡 估计我也会入一股 今天要多捡一点 要把它拆紧一点,让光的多一点 这地上好多豆骨 这里估计有好几斤 这一把这个稻杆剪掉之后 就有好多鸡在那边捡了个稻骨 这个稻杆下面有好多稻骨 特别是这个地方,这个转弯的地方 稻骨特别多 大家看一下,好多稻骨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稻杆剪了一车 这改天还要剪,这些不够 这年前要把这个稻杆全部剪完 剪够了 所以可以刚刚好 这一把这些衣雎 放上来 真正的鸡 放在那边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给什么 美丽 放下 放下 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老鼠洞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土还是比较新鲜的 我身上没有火鸡 有火鸡的话 我要把它熏一下 改天我带锄头过来 来挖 看一下能不能挖到老鼠 现在要回去了 好热 这个道杆 我相信割锅水稻的人都知道 这个道杆弄到手上特别的痒 现在我这个手好痒 我现在回家要冲凉 要不能受不了 太痒了 打瓣熟 没问题 我现在来做点 好热 好热 有个烧炭